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奇闻一事 今天咱们跟大家聊聊加拿大政府招工的话题 现在加拿大有七个工种在招工,而且年薪都在十万左右 跟大家分享分享,看看都是什么工作 加拿大的政府公布了七个职位的招工 它的要求,年薪都应该在十万左右 这些职位分布在各个省的各个政府的机构 它其中包括什么加拿大的税务局和加拿大的边境服务局 它地点的工作地点是全国性的 因为它这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比西省,阿尔伯塔,萨斯克特温 还有曼尼托巴,安德烈省,魁北克和新斯科社省等等 这几个都有,第一个叫安迪特,审计员或者叫审计师CR 他的年薪是在九万九千五百六十六到十二万九百零八块钱 大家有整有零 工作地点是在安德烈省 他的职位要求,他要获得认可的专业会计师协会指定的资格 他主要是负责执行和管理审计 批准公司的审计报告,主要是这方面的工作 他也要求有执行或者管理刑事调查的经验 申报截止到日期,2022年12月30号,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ical Professional 这是加拿大的CBSA公司,这就是海关 他的薪水范围是六万六百九十六到十五万八百四十二块钱 他这个工作地点呢,他没有固定海关嘛,各地方去 他要求呢,比计算机专业,信息技术或信息管理专业的两年制 大家一定要听好,他就是两年制的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 所以说两年,那就是大专以上,大学是四年的 所以大专以上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他需要呢,就是设计开发整合部门和维护软件,硬件或网络系统的经验 这个截止到日期呢,是到2023年3月31号 第三个呢,就是Income Tax Professional 这个呢,就是所得税的报税员 他的薪水呢,是八万八千二百六十一,就是十万七千二百四十九 工作地点呢,是Nova Scatia,有专业会计职称 审查批准企业所得税的申报报表 审计公司,以及确保遵守所得税法规等等 这个招聘的截止日期呢,是2023年10月31号 也就是明年的10月31号,就是一年的时间 第四个呢,是Senior Business Officer 这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他的薪水范围呢,是七万九千五百一十六 至十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二 他的工作地点呢,是埃德曼顿 他的要求呢,要具有管理信息系统 商业或者该职位相关的其他领域专业的 学院文凭或本科文凭 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学院就可以升任 也就是咱们得叫College这个就可以升任 他需要有对IT系统进行研究和提出建议 领导咨询,使用IT系统准备培训资料的经验 这第四个呢,因为他是办公室的嘛 他所以这些系统啊,你都要懂得都要会 他这个截止到日期呢,是今年的十一月一号 也就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第五个是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nalyst 第五个呢,叫外语沟通交流员 这个薪水呢,是八万四千零五十至十万两千二百五十 这个,他这个浮动主要是根据你的经验 最后他浮动给你的收入 这个工作地点呢,就比较多了 埃德蒙顿,温尼泊,多伦多,奥塔瓦,Montreal都有 他说这个职位要求呢,要有能力将一种或多种外语翻译成法语或英语 他海关的可能就要提供很多的语言的服务 因为他是一个移民国家 各种语言的翻译员他都有,都是现场帮忙的 你看咱们中国来的人,刚到的海关的时候 像我二十多年前的,那不是两眼一摸黑吗,就来了 到这来以后,他有,我都看他有什么广东话的翻译 还有,现在普通话的翻译都有在海关那 二十多年前,你移民的话,他不要语言要求 不像现在是,你得考雅思考多少分 像我上期说的,你要考雅思语言分要多少 那都不要,所以呢,他在海关的时候 他就提供各种语言的服务 他说呢,这个就需要有本科学位 且在研究分析,撰写报告 计算机系统和计算机应用方面都有经验 这个,对这个工作职位的要求 申请的日期呢,到2022年12月30号 第六呢,是IT Software Developer 这个工作呢,是79,142块 这是10,09,408块 一点呢,是Ottawa 他这个职位要求呢,要拥有计算机科学 或者工程专业本科或硕士学位 专注于软件或网络计算机安全 他截止到日期呢,是到2023年12月28号 第七是Technology Professional Operational Support 这个呢,是就是技术支持的 薪水收入呢,范围是在89,934至10,9408块 他的工作地点呢,也是不固定的 因为他这种技术支持的工作 那就哪有问题,您去哪 他叫什么Burnaby, Ottawa, Toronto, Montreal 这些地方,他都要去 他的职位要求呢,是要毕业于这个计算机 科学信息技术,软件工程 或者于这个职位相关领域的 你在那干过两年的经验就可以了 这个该职位有多种版本 所以每个人申请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申请 技术支持这东西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相对说,这个申请截止到日期呢 是到2022年12月8号 也就到今年的年底 以上呢,咱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政府工作岗位的招聘的情况 他的职位和收入 他的工作内容都一一在目 在加拿大呢,这个点就是这好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 真正招这些呢,他是完全是一视同仁 你根据自个儿的这个经验 只要是他这个官网上登出来了 需要这个招聘 你就递申请递材料就可以了 需要到时面试,他就通知你 我也在这看到很多的网友分享的这些话题 就是在这边给政府工作 咱们叫公务员吧 找公务员工作怎么找 这里工作的是什么情况 也都分享过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就分享这个话题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见